刘备为何一年都打不下刘章的洛成 为什么一年后突然打下了 为什么抓住张任是在城外 为什么洛成的主帅刘巡没有被抓住 为什么和张任一起在洛成的刘归没有被抓住 成都城里还有三万精兵 刘章之前为什么不用这三万精兵去打刘备呢 我解答的钥匙四个字 极脚之势 因为洛成距离成都只有一百多里 运输队和步兵援军四五天就能到 骑兵更快 就这么近 刘备打洛成 洛成是个门板 他背后有个大奶妈叫做成都 成都源源不断的向洛成提供补给 提供援军 刘备当然一年看不动 成都的资源多厚 这个局势就和孙权打合肥是一样的 合肥是个门板 他背后有寿春这个大奶妈 源源不断的奶合肥 所以孙权打不下合肥 跟张辽没有关系 跟寿春这个奶妈有关系 那后来蛮虫守合肥 吴军也打不动 张特守合肥 吴军还是打不动 因为有寿春 有人说了 刘备跟孙权太笨了 为什么去打门板呢 去打奶妈呀 刘备你绕过洛成 直接打成都呀 孙权你绕过合肥 直接打寿春呀 这就搞定了吗 确实成都和寿春 都担任了奶妈的工作 但他们可不仅仅是纯奶妈 他们是奶输双修 那输出也是嘎嘎的很呀 你以为刘备有能力啃下成都吗 做什么闷呢 而你绕过了洛成 把背后晾给了洛成 洛成可以出兵打你的背后呀 到时候你腹背受敌 这就是脊脚之势 我们很多时候呀 总觉得古人是傻子 自己比历代帝王将相都聪明 事实上这是个误区 古代科技落后 但智力并不落后 以我们现代人经历的事情 所产生的这点经验 跟古代帝王将相相比 你啥也不是 人家是指挥成千上万口人 无数资源而产生的经验 而你呢 在家里老婆还有的指挥不动 几多史书里 看似弱者的昏招 其实在当时已经是罪优解了 只是你不了解这些帝王将相 当时面临的局面而已 而且这个罪优解也不是个人意志 是一群高层的集体意志 你一个随便翻反书 就认为自己比指挥千军万马的人 还要强 而且不是比一个人强 是比一群人强 你自信何来 那刘备最后击破了 刘章的及早之势了没有 破了 怎么破的 因为张飞诸葛纳赵云 三国军队到了成都 这个时候 如果成都的运输队 去支援洛城 那会怎么样 军队刚出城 就会为张飞诸葛纳赵云 三国军队进攻 所以换言之 成都也进入了防御姿态 再也无法源源不断的乃洛城了 洛城断乃了 那就完蛋了呀 那就被刘备攻破了呀 这和关羽的相反之战很像 他既要围困襄阳 又要围困樊城 不能让襄阳支援樊城 也不能让樊城支援襄阳 这就破了脊脚之势 注意 如果洛城被断乃了 被进攻 那不光张任 那刘勋刘归也跑不了 往哪跑呀 你逃足成 往成都跑 那不正好被包围在成都的张飞 诸葛亮 赵云 三路军队给抓了吗 但是 为什么只有张任被抓 刘勋和刘归没有被抓 为什么张任就是在桥上被抓的呢 我的推理是这样的 在张飞 诸葛亮 赵云 三路军队快要逼近成都市 注意是逼近 还没有形成合围 成都意识到要被合围了 一旦被合围 就无法再援助洛城了 洛城将变成孤城 会被攻破 所以现在只有放弃洛城 洛城的军队退守到成都 与成都军会合一处 而洛城此时依然在被刘备军死磕 洛城军怎么出城进成都呢 那就只有强行突破 张任就是负责强行突破的 张任说 我突围撕开一个口子 大公子刘勋和宗室刘归 你们带着军队进成都 所以最后的结局是 张任军冲开城外撕开了口子 成功了 大公子刘勋和宗室刘归进入了成都 而张任本人在城外的艳桥 被刘备军火作了 洛城是空城了 刘备军占领了空城 然后进攻成都 此时诸葛亮张飞赵云三陆军队 也到了成都 四陆军队合为成都 我刚才说的那六个问题 我解答了五个 最后一个问题 为什么城里有三万军兵 为什么刘彰之前不用的三万军兵来打刘备 事实上啊 之前打刘备的 就有这三万军队里的一部分 刘彰派了刘归 林包 张任 邓贤 吴义 去救援浮城 当时吴义是最后一名 他的身份是中狼将 那前四个人的身份 至少也是中狼将 中狼将就能指挥一个军五千人了 那五个中狼将是两万五千人 吴义投降了 如果吴义带着他的军队投降了 那就少了五千人 还有两万人 这两万人退到了免竹 在免竹与刘备军交战 损失不明 因为护军李延的投降 免竹失守 剩下的就退到了洛城 剩下多少人呢 刘归 张任是明确的退到了洛城 如果他们是满员 那就是一万人 林包和邓贤下落不明 假设其中的一个 跟着张任退进了洛城 那退到洛城的就有一万五千人 那就是之前的两万人 退到了免竹与刘备交战 损失了五千人 剩下的一万五千人 退到了洛城 与大公子刘寻军合并一处 假设刘寻是五千人 那洛城城里是两万人 假设洛城与刘备 打战了一年 伤亡一万 这一年里 成都源源不断的援军 总计一共来了一万人 那洛城还有两万人 假设张任带着本部 五千人就突围 剩下的一万五千人进入成都 那五千突围的被刘备吃掉了 所以结局是成都城里 还有三万精兵 其中有原本驻守在成都的 三个军一万五千人 还有从洛城退守来的 三个军一万五千人 刘寻一个军 刘备一个军 另外一个军可能是林包或邓贤 这就是三万精兵的组成 这一切是我的推理 好 现在成都还有三万精兵 和够吃一年的粮食 华阳国志说够吃两年 城外的刘备张飞 诸葛亮赵云四支军队和为了成都 双方僵持上了 其实刘彰的优势不小 三万军队加一年的粮食 这刘备啃起来也不是很容易的 但刘彰放弃了 投降了 有的说了 刘彰胆子小 被吓坏了 他一个废物 哪见过这正式呀 非也 十年前还是在成都 刘彰被数万军队和为 刘彰绝地反杀 追击敌军 一口气打到江州 江州就是俘虏严严那个地方 历史重演了 刘彰再一次被和为在了成都 上次他手里只有难民 这次他手里有三万精兵 一年的粮食 但是他选择了投降 这就是为什么呢 史料没写 但是有几种可能 可能一 刘彰比较了解马超军传 有的说了 这咋可能呢 这两人压根没有交集呀 而且距离那么远 刘彰为什么会了解马超呢 这两人完全没有认识的可能呀 有可能 十年前 刘彦和马滕联合袭击了长安 里应外合 负责理应的就是京城里 刘彦的大儿子和二儿子 刘彦还专门派了5000亿州军队去支援 这次行动失败了 结局是刘彦的大儿子二儿子被杀 刘彦带京城的孙子们差点完蛋 幸好刘彦的好友庞熙给救回来了 那马滕遭到了什么处罚呢 马滕的处罚是没过多久 马滕被分为安敌将军 那是194年 十年前 当时的马超十八周岁 那为什么刘彰家是家破人亡 马超家是被分将军呢 有的说了 我懂了 马超家叛变了 出卖了刘彰家 所以两边的结局 一个天一个地 我个人认为不是这样的 我认为马滕在这件事里的身份 更像是雇佣军 你给我好处 我为你干活 当时刘彦想干掉汉先帝 自己当皇帝 所以雇佣了马滕军 结果失败了 雇佣军只是收钱干活 失败了责任也不在他们呀 但是这次合作 刘彦有一些从京城逃回来的部下 应该对一族雇佣军 马滕的风格有一定的了解 比如马滕和马超的军队 艾杰略手下狠辣 会杀刺史太守等等 有人说了 你怎么能黑我们马超呢 马超是好人呀 怎么就下手狠辣了 他斩杀了什么刺史 哪个太守 他斩杀了梁州刺史和天水太守 人家都请和开门投降了 还是被马超杀了 这位说了 那不对呀 如果刘彰知道自己 请和开门投降也会被杀 那他投降干嘛呀 不怕自己像梁州刺史 伟抗一样被杀掉吗 非也 局面不一样 马超现在不是说了算的人 他现在是刘备军 只要刘备不杀刘彰 刘彰就没事 有人说了 你这说的都是废话 和没说有什么区别 我还是不知道 刘彰有三万金兵 为什么直接投降 非也 不是废话 我是先否定掉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 刘彰投降是因为马超这个结论 许多人认为 刘彰是因为害怕马超投降 还有人说 因为刘彰是害怕马城进城后 截略投降 我认为不是 你投降了 难道敌人进城就不截略了吗 一样呀 那刘彰投降了 刘备军不疯狂的截略 刘彰的俯库吗 这不一样吗 投降了也被截略 所以我个人认为 刘彰的投降 与马超这个因素 关系不大 如果非说有关系 那也不是决定性因素 真正的决定性因素在哪呢 我们来看一下刘彰说的话 十九年 近围成都数十日 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 古博之一年 立民贤逾死战 张年 父子在州二十余年 吴恩德以家百姓 百姓攻占三年 极高曹野者 以章故也 何心能安 遂开城出降 注意关键点 立民贤逾死战 城里的官吏和百姓 都要求死战 不愿意投降 而刘彰反而要投降 这是为什么 好多人说了 钱没鼓气 胆小鬼 怕的被闹肿 刘彰暗弱 如果真是这样 那十年前 刘彰也是被兵困成都 他是怎么绝地反杀的 那我们来对比一下 十年前和今天 十年前是谁在兵困成都 和刘彰一起绝地反杀的 又是谁 十年前 大军围困成都的是 一州本地人 本地人在打成都城里的刘彰 跟刘彰一起绝地反杀的 是外地来的难民 东州难民 东州难民 为什么要跟刘彰一起反杀呢 因为不拼命就死了 东州人魏威 贤同心并力助张 皆殊死战 东州人要火命呀 那十年后的今天是什么情况 包围成都的 除了刘备的金州兵 还有什么兵 那就是东州兵呀 李延带着中军 也就是东州兵的主力 投靠了刘备 我之前说过 因为东州兵跟了刘备 那一州兵就站在了 东州兵的对立面 帮助刘彰 所以张任延延这些本地人 拼命反抗刘备 那现在成都城里的利民 贤于死战 这些利民是什么人 一州本地人呀 这要还有东州人 不怕被李英外合吗 刘彰不傻 东州人都判了 都跟刘备了 法政无意 李延都在包围成都呢 刘彰还敢让城里 有大量的东州人吗 发现没有 历史很有趣 十年前是本地人包围成都 要干掉刘彰和外地人 十年后是外地人包围成都 要干掉刘彰和本地人 五十年后 是本地军团加入卫军 先干掉外地人金州军团 杀掉诸葛战父子 然后本地人包围成都 成都城里还有本地人 以乔州为首的本地人 问鄂斗 给你两个选择题 你是想当一次俘虏呢 还得想当两次俘虏呢 你是想投降一次呢 还得想投降两次呢 总结 上次城外是本地人 城内是外地人 主攻反杀了 这次城外是外地人 城内是本地人 主攻投降了 未来城外是本地人 城内也是本地人 你不主动投降 也得被动投降呀 但刘彰不一样 城内的本地人 是要跟城外的外地人 决一死战的 也许本地人认为 十年前外地人 能决地反杀我们 这次轮到我们了 我们也能决地反杀外地人 但其实这是有区别的 十年前城外只有本地人 但十年后 城外不光有外地人 还有荆州人 还有一族 情况完全不一样 所以站在刘彰的角度 上次有胜算 这次就不一定了 另外 这次和上次 还有一个关键性的不同 是最最关键的不同 是核心的不同 那就是团结程度 刘彦作为外地人 到了益州 打压本地人 收拢外地难民 所以刘彦和外地人的关系 没得说 那刘彰接班后 在外地人看来 一样呀 刘彦是刘彦儿子呀 也是外地人呀 大家一家人呀 所以外地人和刘彦 是一条心的 但十年后 情况不一样了 刘备进来了 眼看着本地人和刘备 勾结 要把外地人干掉了 所以外地人投降了刘备 本地人要干 外地人就支持了刘彦 那请问 刘彦压制了本地人 这么多年 现在本地人和刘彦一投了 这个忠诚度 能有多少呢 你家邻居一小孩 你一直欺负他 欺负了他十年 现在因为你们要 跟别的小区小孩打架了 他暂时跟你投门了 请问 你认为这个被你欺负了 十年的小孩 对你的忠诚度有多少 你敢百分百信任他们 作为刘彦 我压制了一周本地人十年 现在刘备包围了成都 一周本地人里 会不会有拿着我的头 直接去献成呢 这也算报了十年之仇了 所以对于刘彦来说 投降是最好的选择 一避免了直接被陷投 二刘备不是马超 你投降马超 马超会杀你 但你投降刘备 刘备不会杀你 因为马超是一族来截掠的 他又不治理这里 但刘备是汉人周末 他是要管理这里的 他杀你是弊大于利 他不杀你是利大于弊 第三就是刘彦 还能装一回人主 收买一次人心 在益州人心里 刘彦是为了我们的安全 所以投降的 下面开启刘彦的表演 刘彦说了 我和我爸爸在益州待了二十多年 对百姓谈不上恩德 现在打了三年的仗 战死的人都是因为我刘彦 我又怎么能安心呢 这个时候掉下两颗眼泪 效果更好 这一场演出 然后跟刘备约定 你不可以欺负百姓 刘备也承诺了 我一定善待刘彦 善待百姓 华阳国志的原话 刘主许义 李其军 安其名 刘彦这一波收买人心 没毛病 有的说了 钱 刘彦都完蛋了 这有啥用呀 你这么想啊 刘彦反正输了 能加点仁德 这不比不加强吗 让益州百姓记得 刘彦的好 第一 也增加了刘备统治的难度 这算是反击刘备了 第二 谁知道哪天 刘彦有没有可能 会再与益州兵相见呢 也许那个时候 益州兵还会念的 刘彦的好呢 这位说了 刘彦还想与益州兵相见 想多了吧 还真不是想多了 刘彦后来被刘备 弄到了荆州南郡 看管起来 但是南郡被旅门占领了 刘彦归了孙权 孙权为了对付刘备 分刘彦为益州墓 让刘备住守在紫规 紫规是荆州和益州的交界点 紫规的东边有一个地名 叫仪陵 刘备发动仪陵之战的时候 住守在紫规的 东吴分的益州墓 就是刘彦 虽然刘备打仪陵之战 是为了荆州派打架 出战的几乎全是荆州将领 但为什么出现的 益州本土将领很少呢 也许这就是和刘彰是一周目 卡在紫规有很大的关系 这在刘备用人上 造成了很大的顾虑 再有将领是荆州的 士兵呢 这四五万士兵 必须大量的是一周本地人呀 没得选呀 八年前刘彰演讲时 流下的眼泪化成羽界 在八年后终于攻击到了刘备